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精彩分成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企业在拨黑的风电项目 当地一位牧羊人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土地上竟然建起了风电厂 这引发了不少争议 接下来,我们聊聊年轻歌手奥利维亚罗德里哥 他在澳大利亚的演出中意外摔倒 却以幽默的方式化解了尴尬 并且在医院得到了与他已故祖父同名的护士的安慰 让他感到这是一种特别的联系 最后,我们来看看海信公司成为 2025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首位赞助商 这不仅是他们与国际足联合作的新篇章 还将在比赛中展示视频助理裁判 VAR的品牌 未来还会有更多赞助商加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土地掠夺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小时候 Anti-Ivykovic和父亲在这片土地上放羊 然而多年后 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一家中国公司在他的土地上建造了风电厂 这一事件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愤怒 许多人担心外资企业的进入会侵害他们的土地权益 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CNN报道了流行歌手Olivia Rodrigo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演出时意外摔倒的惊险瞬间 他在最近的今夜秀中回顾了这一事件 表示虽然当时情况严峻 但他处理得相当冷静 摔倒后 他去医院检查 幸运的使病无大碍 更巧合的是 帮助他的护士竟然与他已故的祖父同名 让他感到这是一种祖先的庇佑 这次意外反而让他感受到家族的联系 并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电子公司海信成为2025年 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首个官方赞助商 尽管财务细节未公开 但海信将在这个扩展至32支球队的比赛中 获得视频助理裁判 VAR的品牌曝光 海信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国际足联的赞助商 并在今年的欧洲锦标赛中 担任了官方瓦屏幕供应商 随着比赛的临近 尽管目前只有一个赞助商 但对于广播权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这引发了对于赛程紧凑的担忧 尤其是在球员福利方面 许多球员表示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 南华早报报道 近期中国高级军事官员张又霞的越南之行 标志着中越两国关系的改善 张与越南新任领导层会晤 表示希望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 特别是在军事合作方面 他们签署了一项加强防务合作的协议 显示出两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沟通和合作意愿 分析人士指出 建立越南模式可能有助于缓解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 尤其是在与菲律宾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中国希望通过与越南的友好关系 避免南海主权争端对地区稳定造成影响 《环球邮报》报道称 柬埔寨考古学家在吴戈世界遗产地区 发现了十多尊古老的沙岩雕像 这一发现被称为显著的发现 这些雕像被认为是十一世纪皇家宫殿北门的门神 其独特的外观和良好的保存状态 让考古团队感到惊喜 这些雕像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吴戈的历史文化遗产 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尽管柬埔寨在过去经历了文物掠夺 但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文物返还的重视 许多文化珍宝得以回归 《环球邮报》还分析了北美股市的动态 指出Air Canada的股票 应计划增加与中国的直飞航班而上涨 与此同时 Precision Drilling的第三季度利润几乎翻倍 显示出油气钻探活动的复苏 反观 AMD的股票应对未来收入预期 不及市场预期而下跌 显示出投资者对AI芯片需求的担忧 Visa和Alphabet等公司 则因强劲的消费者支出 和云业务增长而表现良好 显示出市场在某些领域的强劲复苏 Guardian 本周对喜爱哥特风格的乐迷来说 可谓是个美妙的时刻 不仅因为周四是万圣节 周五 乐队的Cure将发布他们16年来的首张新专辑 Songs of A Lost World 为了让大家提前感受到这份期待 Guardian推出了一项有关的Cure的难题测验 测试乐迷们对这支英国经典乐队的了解程度 测验中包括了乐队的历史 专辑 歌曲灵感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例如乐队的早期名字 专辑封面的细节 以及Robert Smith为妻子创作的Love Song 虽然没有奖品 但挑战的乐趣无疑让人兴奋 南华早报 在香港公开赛中 英国选手Katy Boater 以7比6 6比4 战胜了中国新星王熙宇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尽管比赛中Boater经历了不少挑战 尤其是在首盘面对对手的破发和第二盘的反击 他依然展现了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技术 Boater在比赛中表示 王熙宇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对手 他的强劲表现让自己不得不全力以赴 比赛持续了两个小时15分钟 Boater在艰难的情况下保持冷静 最终赢得了胜利 他将迎战周四另一场比赛的胜者 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展现自己的实力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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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